骁龙那么骁龙战机,出口埃及最大阻碍到底是什么?研究一下,我们发现情况与想象的不一样,没想到,背后有大国下黑手。 中国骁龙战机没有能够被埃及相中的原因,不是它的性能不好,也不是价格问题,而在于背后的国际关系,埃及采购阵风,实际上是由其他国家提供的资金,等于埃及米费采购。 米格29交易,实际属于俄方背后动了手脚,也涉及到了埃及的战略问题,埃及F16如此情况之下,不能说,我们骁龙竞争失败了,或者说,竞争战没有结束,埃及空军依然需要新的战机,现在美国开始试图向埃及推销自己的产品,提出了对埃及的险议F16战机,进行升级的问题。 埃及F16埃及空军,拥有F16战机数量相当多,为全球第四大F16用户。 据统计,埃及拥有的F16总量为240架,约占其军机总量的一半,自然为主力型号,其中仅20架为第52P次外,其余220架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40P次。 这个P次的F16又被称为夜损,主要是夜间和恶劣气号下的作战能力,为此,配备蓝段导航目标指示吊仓,换装了联合全新屏式显示器,GPS导航仪,AL14C用耳弹等,即在雷达升级为APG68V5。 雷达,使用通用电器公司的F110J100发动机,实际为了避免危机,色列的安全,技术上进行了一些弱化处理,部分性能只相当于F16早期型号,如今服役30年左右,也到了进行了中期升级停售期了。 埃及F16目前情况下,美国提出对这些F16进行全面的升级工作,以便让他们的状态达到新一代的F16水平,要对机体进行翻新的同时,对航电进行升级,更换雷达,以便能够携带IM120,先进装成空对空导弹,以及新一代的IM-9AE空对空导弹和JBAM制导炸弹。 目前埃及空导弹的F16上不具备使用这些武器的能力。 骁龙如果埃及决定接受美方的提议,对F16战机进行大规模升级的话,那意味着埃及采购新机的计划可能要退迟了,毕竟升级费用不会便宜,也许升级一家的费用,等于采购一家决心的骁龙了,相关项目会消耗埃及并不充足的资金,对骁龙落库埃及的进度不利。 但是埃及的军费相当紧张,同军规模又不小,拥有近500架战机,多为老旧型号,换装压力不小,即便刚刚引进了新机,实际依然要考虑新机采购问题。 好 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